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说一下 无形资产它的后续计量问题了 因为呢 咱们把它预计使用寿命都加以考虑了 那么咱们要考虑它后续计量了 那咱们说了 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也是做价值转移的 比如叫公平资产 公平资产叫折旧 因为呢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它有个有形的 逐渐变旧的情况 无形资产呢 它这个不会变旧的对吧 但实际上咱们就觉得 这个东西也有一个成就过时的问题 所以咱们把它叫什么 摊销 把它价值逐期的摊销 那么摊销的部分是要进入当期的损益 或者是我无形资产用来呢 产生资产的 比如说用来产品呢 或者用呢 我也要技术去研发新的无形资产啊 那么可能就资产的成本 这么一个啊 那么这无形资产的摊销 使用顺便有限的无形资产 对吧 那么首先 应摊销金额 应摊销的金额 这就是无形资产的成本 入账的成本 减掉残值之后的金额 但如果要提减减减的 还要扣减 以具体的无形资产减减减累积金额 那这应摊销金额 明白 那么咱们说一下这个残值 这个残值呢 就要比较特殊了 因为固定资产啊 因为它有形的 残值比较好理解 那主要是那个残料 这个东西 但无形资产呢 它无形的 所以呢 一般来说 残值是零 因为它没有形态 是吧 带有例外 下列情况是除外的 那什么情况 它会有残值啊 其实就是 它依然是有这个价值的 但不能在你这用了 这一个 有第四方承诺 在无形资产的 使用顺便结束时 它愿意用一定价格 来买这个无形资产 那这是一种 那你正承诺了啊 承诺了这个东西 人就看好你这东西了 你不用了 人家说我买走 还愿意花钱买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 这个东西啊 你拿上去卖 有一个活跃的市场上 能得到这种 无形资产的预计的残值信息 从目前情况来看啊 这个市场在无形资产使用顺便结束时 还可能存在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就有什么 这种人工旧的技术的转换市场 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其实这类的话呢 它主要带于什么 国际贸易上的一个问题 国际贸易上啊 因为国际贸易上啊 它又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什么 技术不均衡的问题 有些东西在我国这个技术 说逐渐就要淘汰了 在其他国家呢 正要用 还可以用的 所以这可以去卖的 这么一个啊 那当然一开始 我国也是这么去走过来的 有些人家淘汰的技术 我们说我还不会呢 买过来 淘汰的归他淘汰 他不会轻易卖给你 所以到时候 即使人家淘汰 他也要卖给你的 而不是白给你的 那这样一种啊 那我们后来逐渐逐渐经济发展了 技术发展了 我们技术领先之后 也有些人去到我们这买技术 那比较最典型的 比如摩托车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在我国 它实际上各地都有限磨力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技术 很大一部分在中国 不太合适的 不太合适对吧 因为呢 它是很有限制啊 这个东西 但是呢 可能越南那边就需要 所以人就要说好了 人就要买这个技术 这么一个啊 所以这类是有残值的 然后呢 一般说这个温散残值 是以将来资产处置时 可税金额为基础 来考虑的 那么这里可税金额 指的是我们预计 将来出售 预计出售是 我们出售一下 这种使用说明 已经把它 属于这个类似的使用状况下 同类温散的 预计的处置价格 那处置价格还要扣掉什么 相关税费啊 这么一个 这是它的残值 所以这种专指什么呢 我们的残值可收回的 这个进口 处置时候的 这话 那么也意味着什么呢 在它的经济寿命 结束之前 我会处置它 而且从处置中 会取得利益 只不过比较少了 因为叫残值吧 不会太多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持有无形传期间 这个残值 因为有了 有这么一个估计金额 所以每个块期末 做复合 如果复合之后 这个残值和原来 估计金额不一样的 也是估计变更 也是估计变更啊 因为通常 如果预计残值为零的 我们并不需要再考虑了 只是预计残值 不为零烧 才需要考虑 那么在这块 就有一个问题 就如果估计估计 发现坏了 这温子兰的残值 重新估计之后 比现在账面价值还高的 比现在账面价值还高的 你这个就没法摊销了 所以这温子兰到这时候 就不再摊销了 直到以后 残值又下来了 低于账面价值时 再恢复摊销 这得要注意啊 好了 那咱们说 关于它的摊销期 摊销方法 那么首先 摊销期 从可供使用 也就是达到预定用途时 从这时候开始 到终止确认时 讲终止确认 这个摊销期 这段时间 这是我们的摊销期间 明白吗 然后注意 当月增加的 当月就摊销 当月增加的 当月摊销 那不管当月一号增加的 还是最后一天增加的 当月都要摊销 都算一个月 然后当月减少的话呢 不管是一号减少 还最后一天减少的 当月不再摊销 对吧 那这一点就要注意了 咱们有这么一个东西 跟它相近又完全不一样 谁啊 固资散折旧 固资散折旧 咱们怎么说的 对比一下固资散折旧 当月增加的固资散 当月不提折旧 下月开始提折旧 当月减少固资散呢 当月照提折旧 下一期不再提 所以固资散折旧 固资散抬销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这两点是不一样的 这话 这要注意 然后关于这个抬销方法 这个抬销方法呢 和固资散折旧一样 也是要考虑 相关的经济利益的 预期的消耗方式的 资产嘛 咱们都认为是经济利益的 逐渐逐渐的消耗 那虽然反映固经济利益的 预销方式 而且一致的运用在 不同会期间 就这方法一定确定了 咱们研制方法 一致运用 那运用不得随意变更 但不是说不能变啊 这话 然后财富方法 常见的职业法 产量法 财富方法这话啊 那么最早的时候就职业法 后来逐渐开始有产量法了 那么有一些 说技术成就 影响一层较大的专利权 另外或主要有技术 这类可以采用 类似棍杆加速 主要方法做摊销 但实际上 实际上实物当中 没有这么干的啊 因为不太好定 说你要加入 双边有个D级 你要总和 一般来说没这么干的 通用什么 缩短摊销器械 通常是这么做的啊 这话 那此外就有特定产量限制的 退军权专利权 受产量限制这块 这可以用产量法做摊销 跟产量的挂钩 那么有的是 确定他的预期的精力消耗方式 怎么办 这回用职业法 所以那些优选职业法 那有特定的 用容纳产量法 那实在找不到 还回味道 直线法下 这样一道 然后呢 最有个特殊情况 那什么特殊情况呢 哎 就是滚赞折卷 也有这个 说我们能不能 与收入挂钩啊 按照收入 他的实验情况 来摊销呢 那这个主意 同样的 说收入受到投入 上市过程销售的因素影响 而这点因素往往是与 温赞有关经历的 预期的消耗方式无关的 所以注意 通常啊 注意这两字 和前面就不一样了啊 我们说企业通常 不应该以啊 包括水平挂赞在内的 企业活动 所产生收入为基础 来做摊销 那这里用的两字叫通常啊 没说绝对不行了 通常不用这个 但其实有限情况除外 所以这个就比 公赞折旧 不一样了 公赞是完全不允许 无人赞呢 通常也不允许 但列举了 特殊情况 明白 什么呢 第一个 说企业啊 根据合同约定 来确定了 公赞固有的 根本性的限制条款了 那这个条款 属于啊 因为使用公赞而产生的 固定的收入总额 那这个时候收入 可以成为 叛销的合理基础 这一种情况 那这一种情况啊 就我限定的权利 那有一个根本性限制条款 那么这个限定权利指向的是收入 那指向收入的 这样一个 那再一个 说 怕哪万一 还有一些情况 所以呢 做这个一个什么 兜点 所以如果有确要证据表明 收入的金额和 无人赞金利的销售方式是高度相关的 也可以 这样一个 为什么强调到这个呢 这个主要在于呢 咱们现在啊 经济发展了 不再是什么呢 并不再是 只是简单的生产销售这类情况了 明白 他开始呢 越来越像什么 这种的无形化呀 技术化发展 所以呢 现在 咱们说发展当中 税制产权 变得很重要 所以有可能 会存在这类情况 所以呢 在温赞这块 专门做了这么一个兜点的条款 明白 那这里啊 咱们解释一下第一种情况啊 这块 说这种线性条款 这个主要的一些什么 比如说使用温赞的时间呢 使用温赞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啊 或因使用温赞而取得了固定收入总额 有这类的限制 那么这举例了 比如说 关于勘探开采黄金特议权 那如果合同明确规定了这个特议权 是在你销售黄金收入总额 大东宝固定金额时失效 那这类的就直接指向了这种限制条款 指向了收入 那相关的你这个特议权 他贪销就跟你收入实现有关了 这么一个啊 这么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 因为一般来说也主要在这个呢 这个权利上 那就这类的权利上啊 此外还有一个注意 那说车流量法对高速公路精权做贪销的 这个并不属于 我们所说的 以包含水平共赞在内的基础活动 产生的收入为基础方法 跟这个没关系 对吧 跟这个没关系啊 这样一个 因为那车流量法这块 那经营权做贪销 其实这个呢 咱们说这个主要啊 主要还是一个类似于产量法这个东西 那而不是收入为基础的 所以这没关系 然后对于文资产的贪销的快处理 那贪销这块 发生时 贪销的金额 价值转移了 这价值转移到哪了呢 一般进当期所欲 一般情况 对吧 但如果说我的文资产是专门 试探产品的 或专门去用来什么 这个设计啊 建造其他资产的 那这个经济力主要转入到了 通过转入到这个试探产品 或转到其他资产实现 那这部分贪销进行就就赞成了 就赞成了 比如说我们专门用来试探产品的 某种技术 那这个时候 他的贪销就去拿什么 赞成了 制造费用这块 那如果专门用他来研发 专门用他研发 比如说研发 那新的技术的 那么他转入什么 只要研发之初 最后可能这么化 可能费用化 这类的啊 那在这块 咱们注意 对于无资产贪销 列了一个表 内部资用的一般 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 对出租的家有成本 对出租的家有成本 这块 那这个呢 咱们一般来说 说以资产权 收入那块会讲 那专门用来试探产品的 制造费用 内部研发的 做研发支出 这个研发支出啊 可能资本化 可能费用化 那再有说用于建造 供应资产的 做在地工程 那这个主要指什么呢 说建造供应资产的技术 其实这类的 一般来说 主要在土地使用权上 有人说土地使用权 不进入那再业工程吧 土地使用权 不进入 但是它的贪销部分 是要记的 如果这个量建筑物 要造两年 那这两年 我土地使用权要贪销啊 贪销部分 是要进再业工程的 土地使用权本身是不记的啊 所以我们这说的是贪销表 贪销这块啊 所以说了 对于呢 作为无形资产核算的 土地使用权 在建造地上的建筑物的时候 厂房期间 那这个注意 贪销的金额 是进进再业工程的 但土地使用权本身 不进再业工程 那有些人马上开始想了 哎老师 那如果这土地使用权 上面呢 干存货怎么办 那注意 那就不是无形资产了 那你上面盖的 那叫存货的话 你这个土地使用权 他就是存货 那所以他就不贪销了 作为存货的是不贪销的 作为温资产才贪销 这个别混淆啊 这话 对吧 然后我们核算当中 设议叫累积贪销的科目 这个呢 作为无形资产的背景科目 原来啊 企业会议呢 准则下是没有的 就直接冲减温资产了 现在呢 作为一个累贪销 对吧 他一样是抵减无形资产 这么一个啊 好了 那前面呢 咱们都说的是使用寿命有限的 那再一个叫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对于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那这个我们对他说 简直测试 对吧 那也要是 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 我们没办法贪销了 但是呢 注意 对他说 至少 每个会计期末 都要做 简直测试 每一会期末都要做 这个呢 到后面咱们还会再强调 因为这类的话呢 不用考虑简直迹象了 那不管有没有都要做简直测试 那如果没简直 不搭理他了 因为他也不贪销啊 又没简直不管了 对吧 但如果我做简直测试 发现他有简直的 那这个咱们要提简直 然后呢 对这个简直金额 那么待温资产减准备 借资产减损失 而这个简直 一经济提 有限期间是不转回的 提了就在账上 直到你处置为止 不转回 好了 那这话 我们来看一下 对比一下温资产后续计量 那么对于使用寿命 有限的温资产 进去参交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不贪销 对于呢 使用寿命有限温资产 提简直 不确定的也一样进去参交 但检测试不一样 使用寿命有限的温资产 有减计计量时 才做检测试 使用寿命不确温资产呢 不管有没有减计计量 都做检测试 那这最后一计量 要对比一下 然后再一个 终止确认的问题 因为咱们说 使用寿命有限温资产 从达对一定用途体 到终止确认 那咱们看一下 它终止确认 那么一种呢 是我们出售温资产 直接把它卖掉 直接把它卖掉 要是我们卖掉了 温资产的所有权 放弃所有权了 所有权转移了 那么我们所取的一个价款 和温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个差额 是温资产的处值 它的利得或者损失 那这个做当机损移 那么对于这个呢 是你企业主动处值 主动处值啊 这话 所以一般咱们说什么 一般这个咱们知道 赞出的损移 那么咱们说 对于我们出入温资产 劝其利得或者损失的试点 这样的收入准则 相关规定来做的 那也是控权转移 按收入准则 这话 怎么说控权转移 那这是在判断的 而且一般来说都是一个10点转移 那10点转移啊 这话 那么他账户处理 那首先 处置时取得价款 借阳存款 对吧 借阳存款 然后呢控权转移了 那么贷 温资产 账面的原值 借雷摊销 借温资产准备 那么这合起来 这三项合起来 这是他的占门价值 那处置价款 占门价值 那如果有税的扣掉 应交税费 最后倒计查额 几乎资产 处置损 因为你主动处置的 那不是说温资产也一样 温资产一样 主动处置的 占处置损 这是倒计的 这话 所以呢 也可能借方 也可能贷方 对吧 可能在贷 可能在借 贷方就是处置收益 借就占处置损失 咱们一个 咱们看小例子 这假企业 抽一项商标权 无赢资产 所得价款120万 应缴纳增税是7.2 又增税率6% 不好加税费 那这个商标权成本 是300万 以摊销180 以提检准备30 那么整个账助理 借洋葱管 127.2 含税的金额 对吧 然后贷呢 无赢资产 商标权 原值300万 累计 攀销180 减准备30 然后那个税 一方税费 要增值税 7.2 最后倒计差额 就在哪里 自然处置损益 30万 那就是它的处理 对吧 因为你是主动处置 控权在你企业手里 所以这个时候 那是什么 自然处置损益 那还有一种 那叫报废 温散重确认 叫报废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或者这个技术 到齐了 或者是呢 我们这个人有新技术 有新的技术 对吧 把你这个替代了 那叫报废 也就是这项温散 预期不能够 再给企业带来经济力了 不能带来的话 不再符温散定义了 所以要叫它报废 予以转销 转的时候 整个战盘家是做损益 盈利外支出 这个你不要说 不用带来外来经济力了 带来外来经济力为零 咱们全额体检准备 没这个做法 这不对 这并不对 完全什么 不符无根坦定义的 直接转当期损盈利外支出 因为这个也不是你企业能够控制的 是被动的 所以盈利外支出 那整个报废史 因为带来经济力为零 所以就把他整个战盘家转到 整个转掉 那么到处理 带无资产 他的原职 借雷探销 借减准备 然后倒几差额 战盘家是转入 盈利外支出 就完了 这么处理就完事了 这是他报废的问题 看小例子 说甲企啊 原来有一项非专利技术 才用直线法参销 预计使用寿命十年 现在呢 这个非专利技术啊 已经被内部所研发成的新入 替代了 然后同时看市场 发现呢 说用这个非专利技术 市场产品已经没有市场了 预期不能再为企业 带来任何经历了 那这时候需要把它转销掉 那么告诉你啊 转销时 成本 账面上发现成本900 已摊了六年 原来十年已摊六年 那还剩四年 那么累计摊销啊 这话摊了多少 六年 540万 还提了减准备 240 那没剩多少了 对吧 540加240 780 还剩120了 对吧 还剩120了 这话 然后说残值为零 不好下因素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咱们就整个转销完了 带五云散900 借雷摊销 540 借减准备240 插额120 赢100支出 就完事了 这是他的账务处理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 都不难啊 那么提醒大家 对五云散报废这个 正常来说是不用交税的 他不是我转让啊 我卖给别人 那是要交税的 这个东西就报废了 他不是要交税的 这一块啊 然后 对于那转无云散的使用权 就是他出租 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收入准则下 收入资产权学 这个内容 这个咱们到收入时再提 到收入再提啊 这样一个 那这咱们来讲 关于无形资产的基本规范 对吧 然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 关于五云散的快税差异的问题 这个呢 很有讲究 快税差异啊 那么对于这五云散的快税差异的话 咱们来注意一下 对吧 那么主要有三个方面可能有差异的 那么一个呢 就是我们发生的研发支出 那么一个呢 就是一般的无形资产快税差异 此外呢 就是关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这么三类情况啊 那首先咱们说 关于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 对于研发支出啊 这个注意 明白吗 一个研发支出 废用化支出 快上进损予了 需要当中啊 对这类研发支出 如果满足条件了 那可以加计扣除的 那加计扣除啊 就是首先实义支出 正常扣除 此外 在你发生的支出当中 加计75%或100% 实义扣除 那这个咱们知道 对吧 咱们这个现在啊 有不同的优惠政策 对吧 有不同的优惠政策 有75%的 有100%的 对吧 那么由此 这个差异是影响 当期的 营税所得 然后影响当期的所得 对吧 影响当期的 这个注意啊 很多人都把它叫什么 永久性差异 我多永久 多永久啊 当期一个纳税调就完了 比如说你废话 本期发生了多少呢 说发生了这个假定啊 是100万 说话说了 这100万 本期可扣 再给你加这75% 多扣75% 那期就本期 所以这是叫什么 永久啊 啊 你的永久当期就过去了 那永久也太短了吧 所以这不叫永久性差异啊 就要影响当期差异 但这个呢 注意 影响当期差异的 这个 并不会对我们快上有更大影响 因为咱们都要调一下 当期的所得税费物就完了 对吧 那关键资本化的 资本化之后 快上做无垠子产了 资本化之后 满足条件 做无垠子产最后啊 一定是最后做无垠子产 所谓税法当中啊 对于满足资本化条件的这个 支出 那么税法说 我也认 但呢 以后 你这资本是要逐期的 做扣除的 所以税法按照什么 是一支的 175% 或200% 逐期的 摊销 所以这样的话 资本化之后 继续基础 有差异了 一入账就有一个差异 就有一个再生差异 对吧 再生差异 但这个呢 并不劝奸所持影响 有没有差异呢 一入账就有差异 因为温斯坦 快上入了100万 说法说的 这个温斯坦我也认 而且认你什么 以后200万摊销 所以一入账 两者有差异 但这个处于一个 初始确认的豁免 就是入账是有差异吗 有 但并不确认所持影响 不确认的 那以后也不确认 所以当期入账了 不确认 以后逐期摊销了 也不确认 那么这是有差异 那么这是有差异 存在差异 但不确认的问题 这要注意啊 存在差异是一个 确认不确认跌所持税 是另外一个事情 这是存在差异 不确认跌所持税的问题 那除此之外 一般的文资产的快据差异 对于这个呢 主要在于文资产的 贪销年限 方法 预残值 和减准备 他们的差异造成的 快据税把差异 这个比较固定资产 那个一般的快据差异 来掌握就行了 所以这里不重复了 固定资产的会了 这也会了 那固定资产的不会 这也不会 当然没关系 后面将所得税时 还会讲到 明白 此外对于使用说明 不确认无资产 对于使用说明 不确认无资产 对于他的这个问题 要注意了 因为快据是不贪销的 税法呢 是要贪销 税法说 我可以给你个年限来贪销 所以形成的第一个差异 第二个 对于这一类的无资产 那么是快据考虑减值 如果提前准备的话 那资产减值损值 税法是不认的 所以如果快上提了减值准备 税法不认的话 有此也会形成差异 所以对于这类的 有两个差异 一个贪页不贪销 一个是简直不简直 对吧 正好都是反过来的 那当然后面咱们 还会再讲到这个问题 在这儿咱们先知道一下 然后再一个 关于无形资产的 报表项目列报的问题 那首先资产财表上 资产财表有两个 第一个无形资产 这个报表项目 是根据文资产科目的期末余额 减掉了一摊销 提前准备的 扣掉减减减准备 所以这个简单 那在文资产下面 有下面一个东西 在文资产下面下 就像文资产下面有个栽定工程 那再有一个问题 说文资产是有年限的摊销 说如果摊销 期限提前年限 只剩一年后不足一年了 那么我这部分要不转掉 要不变成流动资产 以及呢 说文资产他逐年摊销 每年摊销那部分 在一年要摊销部分 要不要转出来 那变成一年到期非流动资产 都不做 都不做 都正常列在文资产下 都正常列在文资产下 不要把说不剩一 那不足一年的部分 和一年内要摊销部分 都给他转出来 这不用 都正常放入文资产 那叫文资产 然后他下面还有一个报复项目 要叫文资产下面有一个在义工程 文资产下面有什么 研发支出的问题 对吧 所以有一叫开发支出项目 快递核算叫研发支出 报复项目叫开发 开发支出项目 这个项目是根据研发支出中 资本化那个余额来填列的 要废话不留余额 只有资本化余额 根据这个来填列 这个资产费表 然后利润表 利润表下咱们说 涉及到什么呢 这个主要涉及到研发费用 这个研发费用 主要是管理费用当中 研发费用 明信科目 因为无形资产 咱们研发费用 对吧 研发支出 那个费用化部分 快计核算在管理费用 对吧 快计核算在管理费用 然后呢 报表劣势在移加费用 这基本情况啊 特殊的咱们再说 那因为咱们接受基本的 对吧 此外 现金领养表 现金领养表下 那么注意 企业购买研发文资产 付现的支付的现金不发 这个属于投资活动 那投资对内投资 对吧 构建公资 文资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现金 那这话 然后呢 我处置文资有个净流量 那这也投资活动 那个处置公资 文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收到的现金进购 主要是这么两个啊 所以咱们对这个 现金流这话 也得知道一下 这是这一块 那按说呢 到这就差不多了 但我到这我还想提另外一个问题 关于几个概念 因为我们经常在用这几个概念 有时候会用错 或者你也错了 那这个咱们稍微解读一下 对吧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账面余额 账面价值 对吧 这几个概念 这几个概念啊 给大家好好说一下 那好好说一下啊 这话 那么首先 这类的都是 会计的账面的计量 就这几个概念 都快上用的术语 换而言之呢 说有些资源 有些义务 有其他价值 比如叫战略价值 这种战略价值 是无法在账面反映的 所以刚才说那些 都是在快上才用的 你要说我这有战略价值的 不在这上反映 那再有呢 关于这几个概念 要区分的 那首先 像公散 无营资产 同等房产产 这类的 历史成本计量 所以呢 这个入账时 都叫账面原值 因为他们还有什么 他们是一个 非流营资产啊 所以都有一个原值概念 历史成本计量 对吧 然后它价值是 逐渐的转移 逐渐消耗的 所以呢 账面的原值 减去折旧贪消部分 叫账面净值 这个概念 对吧 然后呢 咱们说 公散资产 公散资产有个净值 原值兼累移折旧 对吧 但无营资产的话 就原值兼累移贪消了 对吧 就这类的 我说的是 公散资产 无营资产累的 对吧 原值兼累移折旧 或原值兼累移贪消 那投资房产产 其实也有一个账面净值 投资房产产的原值 投资房产 累移账就会贪消 这么一个 而存货用战管 对外投资 这类的日常会发生变动 日常到会发生一些增减变动 特别是存货用战管这类的 所以这个不用原值 用的是余额 比如你对张三 那个应收 对张三 你可能发生多笔应收 也有收回 所以这个没法用原值来反应 只能用余额来反应 存货一样 A类存货有计有出 所以也不能反应原值 只能反应余额 所以你看这个像存货 应收管这个 它猫成来也是一个历史成本的考虑 猫成都这样 但是呢 它又不能用原值了 不像公司赛 温赛投资房产 这里是稳定不动的 相对啊 所以用的原值 这里它会变动 所以用余额 对吧 然后所谓账面价值 所谓价值这块 二确实是为了将我们会计和管理结合的问题 这个概念 所以提出价值观念 因为我们认为管理是个叫价值管理 是个价值管理的概念 那咱们前面学财管其实讲过这类东西 对吧 这么一块啊 所以对于自然负债项目 我们一般将利率成本 或利率成本解决折号的金额 调为期末价值 如果有减准准备的 还要扣掉减准备 那么这类都叫价值 账面价值 那这么一个概念啊 这话 所以呢 存货 账面价值等于存货的账面余额 减去第二准备余额 明白 应用账款账面价值 用应用账款的账面余额 减去快充准备余额 那公司产呢 这类的用原值减累折旧或摊销 减去那它的减准备 那这些这一类的啊 这一类的供应资产 无人资产 包括成本物是计量投资房产 这么一个 那么如果是供应价值计量的 那通常呢是出入量成本 加上或解决供应价值变动部分 来形成期末的账面价值 这么一个啊 这要注意的 好了 这些概念说完了 咱们看一下考题情况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18年呢 下列关于内部研发文化快速处理表达中 问错误的 A 说研究阶段发生到 符合自破法条件之初 可以具有文化成本 研究阶段的符合自破法条件的 那注意干扰 因为研究阶段就不可能符合自破法条件 所以不好意思 直接就错了 B呢 说开发阶段发生到 符合自破法条件之初 要具有文化成本 那这个正确对吧 没有问题 那所以A错了 B正确 C呢 说研究阶段发生之初 全都废话 那这个没有问题 正确对吧 B开发阶段发生到 为马克思法条件之初 要具有当机损移 正确 所以错误的只有A选项 就A对吧 研究阶段是不可能资本化的 然后19年 多选题了 说下列亚规文字弹 摊销表当中 正确的 问正确的啊 这一定要看好 A 不能为企业带来经历的文字弹 应该其账目价值 全部摊销进入管理平 不能带进力的 必须要转调 但不进管理平 做什么 影业之初 对吧 所以A 错了 B呢 说文字弹摊销 应自文字弹可用使用期 可用使用期 指不在 这文字弹确实之 摊销期 对不对 他要确实这段的 没有问题 C 说使用寿命 不确定文字弹 不应该机器摊销 不确定上哪儿摊销去 正确 B呢 说内部研发项目 研究阶段之初应该怎么换 研究阶段之初一到这就不用说了 不用往下看了 错了 B呢 说只要是能够为企业带来经历的文赞 就应该记忆探销 错了 这个意义有一定干扰性啊 只要能带来经历的就该摊销 但注意我们要看这个期限 最正确的只有B和C 然后去年考题 作业题 下列关于无形子弹后域 那计量表书当中正确的有 使用生活不确文字弹 不应该摊销 也无需做检测测试 那这个 在这段 不正确对吧 需要做检测测试的 B呢 对于无形子弹 至少有每年年中了 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子弹 使用寿命摊销法做符合 这一个底线 至少每年你做一次 正确 C 说已经记忆体检测准备的 需要摊销的无形子弹 那这个时候按 该项文载的账命价值 以及上额使用的寿命 重新计算摊销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就和我们 三简直结合了 要提了减准备的 这个无形子弹 而且需要摊销的 那么他这回要摊的 以什么账命价值为究 就原值减累移摊销 减去减准备 这个账命价值 以及上额使用寿命 重新算一下 这个正确 这个正确啊 但这个内容咱们到后面 讲三简直是 还要再正式提一下 第一呢 要在每一块钱 对使用寿命 不确定文字弹 其使用寿命做复合 因为这个会计估计 现在不确定了 所以我们要经常估计 正确 这个意义呢 文字弹呢 他要进和进去管理票 都进吗 并不都进 可能进损 也可能进去赞成本 所以错了 所以正确的 BCD 那这是呢 咱们来讲 关于无形资产 那他的相关规范 无形资产这一块 是吧 这样一个 无形资产呢 用三支点 其实无形资产内容 也不少 也不少 但是呢 咱们宁在一个支点来说 现在也在讲什么 他的初始确认 计量 然后呢 他的什么 后续的这个计量 那再有呢 关于他的 重确认问题啊 这块 这是咱们来说一下 关于无形资内容 那么对于混资无形资产这个 我放在这里统一给大家做一个部分 这作为第一部分来说 因为它是属于最常规的内容 最常规 那这块也希望大家重点掌握 好吧 重点掌握啊 那第一部分说完了 其实对我们第二部分有很大影响 因为学到什么 减职啊 那什么折旧摊销啊 对我们后面同性房产产啊 三姐都是有影响的 而且咱们第一部分学好了 后面咱们什么 飞龙的赞交换呢 那汽油代售啊 才可能学好 才有可能的啊 这块 所以这块 需要大家好好的消化理解 好在难度不高 难度不高 那注意咱们安排的顺序啊 这块 那好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把这个内容消化理解了 然后咱们进第二部分的学习